几个漂亮女人在河里洗澡 粉嘟嘟妹子的飞机场却迎来同伴的嘲笑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这句话无疑是将他的自尊按在地上摩擦 在奈何乔却偏偏爱上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 新婚夜独守空房不说 机会十几年连碰都不碰他一下 扶牛山下的扶牛湾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听名字就知道 对于这个地方的人来说 牛有多么重要 因此乔却便从小学会了为母牛接生的技能 他有赵金和西兰三人是青梅竹马 然而这两人却是一对热烈的情侣 整天腻歪在一起 就让乔乔是有苦说不出 奈何他是个哑巴 只能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不久前他们接生下了一头两种公牛 取名云皇 而在给各家分配公牛的时候 乔乔的村长父亲利用植物之便 将小云皇规划到自己家 为此 二人一直纷纷不平 乔乔为了喜爱的人 宁愿把小云皇拿出了交换 但对方还是不领情 父亲看出了乔乔的心思 但他却劝女儿 世上的好男人多的是 可乔乔铁了心要跟赵金 怎么劝也说不懂 与此同时 一个叫二进的行年 也请人来到西兰家说梅 但遭到了本人的言辞拒绝 说自己非赵金不嫁 几天赵金上山放牛 反无聊赖之时 等着了恋人送饭 两人聊着聊着又腻歪在一起 躲在树后面 看着这一切的乔乔 心里很不识滋味 可两人的动作 愿发肆无忌惮 甚至就在野地里放飞死我 乔乔则则是难过地低下头去 这时二进也来到这里 作为一名思想开放的田狗 认为只要西兰没有结婚 自己始终是有机会的 于是他找了个理由 直开乔乔 随后却让人不注意 松开的牛的江绳将它放走 等着赵金和西兰醒来时 太阳都会下山了 可左看右看 才发现牛不见了 他们急忙四处寻找 还是找不到 天黑之后 醒来村民一同寻找 可快把山都翻过来了 还是没有找到牛 赵金父亲气得一巴掌 甩在儿子脸上 众人则是急忙上前阻止 冷静下来后 还是只能认命 说这都是牛神爷 降下的灾祸 对于赵金和西兰两家人来说 这的确是灾祸 分配时是两家共用一头牛 没了共牛就意味着 必须用人力立地 西兰家没几个男丁 没几下就累得个半死 就在这时 二行走得过来 他怎么会放过这个 千载难逢的献殷勤的好机会呢 他把自家的牛 借给西兰家用 但他也大方表示 自己就是在和赵金竞争 因此这牛只能借西兰 不能借赵金 听完这话的西兰愤而离去 赵金因为没有牛 依然只能靠人力来耕填 西兰看着心爱的男人 牵上那一道的伤疤 心疼不已 他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钱 给赵金 只能去找村长贷款 但赵金依然对分牛的事情耿等于怀 不愿意拉下脸去求村长 但人在屋檐下 哪有不低头的 只能老老实实接受西兰和父亲的建议 提着酒和肉去找村长求情 村长一开始赵金上门 就故意为难他 瞧瞧在一旁撒娇 请父亲帮帮赵金 但村长依然不为所动 还指责赵金 学这些纵礼的旁门左道 赵金的自尊心瞬间破防 拿起桌上的白酒和猪肉扭头就走 一把将这两东西 这时二行又走了过来 他告诉赵金 想要得到牛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办法就是 赵金娶瞧瞧 西兰怒出这二行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乱开玩笑 然而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当晚赵金就趴在了 瞧瞧家的牛棚上 看着这个正在喂牛的可爱女孩 他终究是留下了不争气的泪水 为了生活 他选择了妥协 女人将血液滴在剪刀上 然后一把插进墙壁里 男友结婚了 新娘却不是我 赵金为了一头牛背叛女友 他故意接近乔乔 教他怎么办好牛资料 对他的态度 也从之前的不见一顾 到如今的温柔体贴 只要这一切都被西兰看在眼里 他来到乔乔家家找赵金 一把家人拉了出去 赵金哥 你不想亲近我 我有点头疼 新兰怎么也没想到 曾经如胶似漆的恋人 现在机会一把将的推开 而乔乔看着离开的二人 心里很不是滋味 拿着笔在纸上歪歪扭扭的写下 强扭的瓜不甜 父亲看到后笑着给女儿解释道 他并没有强迫赵金 而且还觉得赵金是真的喜欢乔乔了 若是女儿觉得不放心 就让他明天再来 爹心子考验考验他 没多久 两家的婚事谈妥 婚礼也如愿进行 所有人都很开心 唯有西兰独自躲在暗处 诅咒那个背信欺疑的男人 总有一天 咬他死在牛体一下面 新婚夜这天晚上 心有不甘的西兰 趴在窗户上偷窥 他越看越是心里不平衡 来到牛棚里狠狠地抽打着牛 牛的惨叫声引来的照进 当他来到牛棚查看情况时 却看见了泪眼婆送的西兰 两人一发不可收拾 在牛棚里就打起了架来 第二天 乔下收拾着乱七八糟的扫舵 他知道昨晚这里发生了什么 却并没有阻止 也没有声张 结婚三天后 是新娘回门的日子 娘家已经做好了一院子的好菜 然而临近中午 仍然不见小两口的影子 乔下根本没有心思 他独自来到河边 心疼地擦拭着小牛的伤口 然而赵进则是来到西兰家 他对西兰依然念念不忘 想找了道歉 说不该为了牛儿抛弃她 但现在 就算赵进跪下来 西兰也不愿意再见她一面 村长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女儿 发现女孩刚过门没三天 竟然叫去割草 气得父亲直接冲进赵进家找人理论 就算女儿是哑巴 但有他这个父亲在 就没有人能欺负他 话虽这么说 但日子还是得过 赵进靠着这个村长岳父 又获得了两头奶牛 成为了村里人人都羡慕的对象 奶牛每天能产60亲奶 他们家也渐渐富裕了起来 然而赵进的乔乔 仍没有一丝感情 没有亲吻 没有拥抱 甚至连碰都不碰一下 就像两个睡在同一张床上的陌生人 乔乔行中虽然无奈 但依然爱着赵进 靠乔忍着委屈过日子 新婚之夜 新娘退去外衣等候新郎洞房 然而直到她进来被窝 丈夫依然不为所动 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 每晚入睡前 女人总会换上最好看的肚兜 然而她的丈夫 却从来没有碰过她 而这一天 村里的其他女人发现了乔乔的不对劲 他们嘲笑乔乔是飞机场 结婚那么久了 胸脯却还是跟未婚少女一样小 一番话直接抽了乔乔的废管子 婚后丈夫不碰她 是因为根本就不爱她 赵进取乔乔 只是为了一头牛 而赵进这边 靠着村长岳父捞到了不少好处 手上的钱越振越多 很快她便不满足与子 想要开一个更大的养牛场 于是她在和岳父商量之后 接着她的面子 以低价买了几十头牛 然后面向全孙招聘工人 要求初中以上问话 每月工资60块 还包三餐 面对这样的条件 很多人都跃跃欲试 其中还包括了西兰 她的母亲生病 为了挣钱给母亲买药 不得不去赵进的工厂打工 而这天员工们在休息时 西兰遭了黎明男同事的调戏 赵进看了后大发雷霆 甚至威胁男员工 若是还有下次 就立马开除她 西兰看了赵进为自己吃醋的样子 知道她心里还有自己 于是为了气她 故意再次与那名员工拉拉扯扯 而这一幕 也不意外地被赵进看见 她恼羞成怒 直接给了男员工一拳 事后还打算开除她 而西兰则是带着一帮好姐妹 威胁赵进 这事愿谁 她在心里清楚 若是真要动手吵人 西兰也跟着赐功 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后来西兰回到家 发现二行回来了 她在赵进结婚前 就出去闯荡了 看了一家皮革厂 也成了老板 如今挣了钱 打算也在村里开个工厂 但她依然没有忘记西兰 依然想要娶西兰为妻 不久后村里召开大会 选拔村长 刘冠山因为思想落后 总气着那一亩三分地 认为庄稼人 就跟老老实实种地 结果在场 没有一个人为她举手 反倒是西兰被拱了出来 她由于办事利落 文化程度也高 获得了村民的支持 新官上任三把火 她当天就等赵进的工厂辞了职 还答应了二号的求婚 并且帮她落实了皮革厂的选职 还要在开张那天办婚礼 西兰同事还查到 娇进靠着前任村长开办牛厂 占了不少便宜 看在大家都是同学的面子上 赵进的牛厂 被迫成为了皮革厂的工艺商 没有了岳父的成要 她懊悔不已 犹如一条丧家之犬 把一切归咎于村里的那棵牛头树 想烧着来泄粪 还嚷嚷着都是因为牛 自己才落了这样一番田地 然而在二号与新郎的新婚之言 二号却说了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 当年那头消失的牛 就是她放跑的 西兰不可置信地看着二号 要不是因为她 后来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 随着房间灯光的洗面 楼下的赵进再也坐不住了 她就像自己结婚那天的西兰一样 冲击牛棚狠狠地鞭打着牛 牛挨打了 突然就发起风来 追着赵进跑了半个村子 眼看前方是一堵墙 桥下却在千驱一发之际 推开了赵进 自己却惨死在牛蹄之下 直到最后村里的人才知道 乔乔与赵进结婚这么多年 却依然是完毕之身 所有人都在为这个姑娘赶得不值 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赵进跪在桥下的坟前 身后是大片大片的黄牛 影片最终在赵进的畅悔中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看看原片哦